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 我是老五 今天跟大家继续聊聊台湾的疫情 算是我说对了吧 前两天做视频跟大家聊 台湾民进党应该知道美国人确切的不会给台湾疫苗了 然后的话 所以才会拒绝大陆疫苗 拒绝什么BNT 也就是辉瑞 上海复兴代理的辉瑞疫苗 拒绝的那么强硬 就是因为美国人应该是不会给了 当时跟大家推理是这样推的 如果美国有希望会给台湾疫苗 或者说争取一下 多争取一下就能争取来了 相信一个正常一点的政府 他可能会做一种选择 那就是来回的跳反 就是说我认大陆疫苗来了 大陆疫苗来了 你要不给我 我就要大陆的了 美国就会叮叮叮的把疫苗给送过来 现在能够看到的最后一个结果就是 美国人不管你大陆给不给台湾疫苗 美国都不会给台湾疫苗 为什么 先顾自己嘛 先顾自己嘛 然后的话 全世界那么多地方的都是美国的盟友 美国的盟友好多多啊 人家美国的盟友到处都是疫情 美国要给你台湾吗 先给你台湾 凭什么呀 对不对 凭什么呀 你有什么可重要的 你台湾现在就是一个鸡肋啊 原因就是在这儿 很多都觉得台湾人台湾的决情 觉得我们最重要啊 我们是前线 我们第一线啊 抵抗中国大陆 唉 说实话呀 站在美国人的角度 你台湾这个地方 没有任何战略意义了 因为大陆哪天要急眼了 说回收就回收 就是这种结果 在美国人眼里就是这样 美国人替大陆救你台湾干什么 就是这样的简单 现在就是榨取你剩余价值 这对于美国人来说 这是美国人的选择 以及美国人怎么样看台湾的一个事实吧 台湾人到现在还不明白 然后李英杰怎么说的呢 就在我做完视频的第二天 马上就算是证明我所说的吧 然后李英杰要AIT嘛 也就是美国驻台北 驻台北办事处处长 然后李英杰要走了 走了之后呢 说了一番话 说呢就是说啊 台湾的确诊人数比全世界仍然算低 然后他而且周边的一些国家 然后的话 疫情有升温的现象 意思是什么呢 台湾确诊人数还不多吗 你不多我就不救吗 然后的话 人家那边 别的国家那边的话 疫情升温了 我们美国得救别人 美国会救别人吗 不会 同样都不会 你知道吗 大家也都知道 英美西方 什么这些国家人说话都比较值 但是的话 你像丽英杰这种人 然后的话又会中文 然后呢又在什么台湾 工作了好几年 然后他能不了解 华人地区的人是怎么想的吗 他连客气都不给你客气 他已经算是很客气了啊 也不是直接的回绝 只要说就是你台湾 那个确诊人数还不多 然后周边的邻近的国家 那个疫情也提升了 比如像印度啊 那全世界哪个国家 能够单独救印度 所以说呢 你知道吗 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了 就是说虽然说啊 那么值得一个西方的人 然后他能够直接的说出这些话 也不容易了啊 也算是跟你绕了个圈了 解释解释下来就是说 不给就是不给 别的地方的人还更需要呢 我干嘛要给你啊 这就是丽英杰 这就是美国人 台湾基本上是被放弃的一种状态了 然后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啊 为什么啊 既然美国人或者说民进党政府 台湾的政府啊 既然已经确切的知道了 美国人不给 但是为什么还要跟大陆的如此的硬呢 语言也很简单 爱惜自己的羽毛 爱惜自己的羽毛啊 千万不能证明我是错的 我哪会有错 我民进党哪有错呀 我天天骂你大陆 骂什么武汉肺炎 骂什么你大陆的疫苗都是灌水的 都是水啊 都是水 打进去没有任何用处啊 我所以说呢 我干嘛 我干嘛要这样去做呢 我管你什么WHO啊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认定了 我管你这些呢 那个东西啊 对我不在乎 然后总而言之 你都是假的 反正我之前都是这样宣传的 我下面的名嘴啊 我下面的政治人物都是这样说的 我能搭我自己脸吗 不能 我不能错 我民进党不能错 就算是台湾人去死 活该 谁让你当初相信我呢 对不对 谁让你们当初相信我 大家记不记得 台湾的政治人物 曾经有过这么一句话 就说啊 台湾人不接受 台湾人不接受大陆的疫苗啊 台湾人不接受大陆的帮忙啊 台湾人不接受 不认为大陆的疫苗管用 到现在还有各种的民意调查 在那调查呢 大陆疫苗来了 你会打吗 有很多人也选择打啊 但是呢 你知道吗 就疫情到了今天这种状态 我估计啊 能够接受大陆疫苗打的 就算是辉瑞吧 也就是个百分之六七十 还是有很不小的一部分人 还是会拒绝的一种状态 这就是台湾 然后台湾的政治人物呢 天天用自己的媒体 还用自己的名嘴 用自己的政治人物灌输你 说台大陆不好 大陆不好 大陆的疫苗也不好啊 大陆的疫情 各种有问题 大陆哪哪哪都不行 然后呢 总而言之灌输 灌输了一遍之后 你真信了 台湾人你真信了 你信了之后呢 大陆的疫苗不好 然后的话 我不想 不是特别想要啊 不是特别想要 结果疫情来了 就算是真实 可用的大陆的疫苗 那也不能用了 那也不能用了 怎么能用呢 对不对 台湾人不相信 责任又给你推回去了 明明做坏事的是他 明明天天在上面 宣传大陆不好的是他 不管是国民党 还是民进党 国民党在台湾 宣传了几十年的 大陆都不好啊 对不对啊 国民党什么 蒋介石带去台湾岛的 都是精英 留在大陆都是都留在大陆的 都是你腿子 这就国民党干的事啊 承天怎么宣传啊 但共产党野蛮 大陆人野蛮 对不对 这不就国民党干的事情吗 然后他宣传了几十年 大陆都不好 民进党接手上来就是 那边是中国人 这大人也不好 不好不好 就是不好 然后到了疫情了 大陆的疫苗都是假的 大陆疫情都是假的 武汉肺炎 武汉肺炎 各种各样的羞辱 不给你口罩 不给你口罩啊 各种各样的羞辱 做完这一圈了啊 天天的都是上面 民进党国民党 这些人造的这种声浪 造了完了之后 一般的老百姓 他懂个屁啊 对不对 听完这些之后 啊大陆可能就是真的不好吧 那大陆真的不好之后呢 然后的话 有疫苗来了 真实可用可用的疫苗 大陆的疫苗来了 就算是BNT啊 德国的疫苗 上海复兴代理而已 来了之后呢 哎呀 那可能是有疑虑 然后的话 上面的政治人物就说了啊 你看我们台湾人不接受 你自己洗的别人的脑啊 你天天这么宣传啊 你宣传完了之后的话 还赖到别人身上 所以说呢 台湾这个岛啊 你有疫情 有疫情死人赖谁 赖谁 谁是那个坏人 没有人是坏人 都是好人 都是最棒的 尤其是那些政治人物啊 天天带着风向 干这些事情 干这些坏事情 也没有一个人出来负责任 爱惜自己的羽毛 这个东西 我跟大家强调很多遍了 你看民进党也是一个超级爱惜自己羽毛的事情 台湾人有了疫情 该去死了 去死就去死 但是我现在绝对不会跟大陆要疫苗 这就是原因呢 知道了吧 国民党如此 民进党同样也如此 两大烂党 现在啊 谁在跟我说什么 国民党也有什么统的 国民党如何如何啊 国民党还有个中华 尤其像八百啊 那种电影 国民党也抗日 抗日是抗日 但是抗日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你看看现在国民党干的什么鸟事情啊 这都是什么党才能干出来的事情 每一个人都是宝贝 每一个人 每一个政治人物呢 都是啊 我是最正确的 我是最对的 你真的是让他为了老百姓 付出点自己的名声 付出点自己的名誉 敢于逆风而上 比如说两句 大陆疫苗就是管用的 不然的话 你看看现在大陆 我们这些人出门 为什么可以不戴口罩 啊 为什么 所以说呢 就明摆着是可用的 没一个人敢说这个实话 每一个人都特别爱惜 爱惜自己的羽毛 今天再跟大家介绍 另外一个人物 那就是谁 那就是科文哲 跟大家说一下 科文哲的性啊 科文哲开始呛这个 丽莹节了 那科文哲说啊 莱猪我们也吃了啊 军火我们也买了 但是我们现在死 每天死十几个人 都不算多吗 看起来很硬气啊 看起来在怼美国人了 但是科文哲啊 这种人呢 也是怎么讲的 在台湾的名声 也是那种见风使舵啊 哪边有好处 往哪边上啊 蓝营的那个名声上去了 那我就是啊 那个两岸一家亲了 绿营的名声上去了 那就是我这边是228的家属 反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就能看出来啊 就算是台湾的这种最爱 最爱那个什么有风向啊 就跟风向的人 他也没法给你带风向 你知道了吗 就算是像科文哲 这种蓝绿都会攻击他的 那么一个人 他也不出来带风向 每一个人都爱惜自己的羽毛 每一个人都是如此 到现在没有人说实话 比如说你像遇到了疫情啊 这种事情 你不说实话有用吗 你不说实话有用吗 你不去直面正面这个疫情 你用谎言 用装用稀里糊涂的 然后都这种态度 去面对这个疫情 你觉得这 那些病毒 新冠那些病毒 他会 他会因为你稀里糊涂 因为你不说实话 就对你有所另眼相看吧 他不可能啊 有了疫情 这次事情 你必须要直面他 你必须要知道自己 要放弃那些事情 然后的话来做那些事情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老公好 好在哪 你就从这次疫情就看得出来 刚开始没人见过这次疫情 也不知道怎么样对付这次疫情 它的传染性 它的致死率都没人知道的时候 而且还有一个很 也没有疫苗 也没有防控手段 大陆就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 尤其是在武汉 当时封城武汉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也在大陆来说不是一个小城市啊 而且武汉的各个行业 比如说芯片行业 武汉的大学也极多 然后的话各方面都做的还不错 那么一个城市 就选择封城了 封城就像我一直以来跟大家强调那样 是直接带来的是经济利益的损失啊 经济利益的损失啊 你想啊 而且老百姓啊 出不去啊 货物进不来啊 然后的话这个城市 它怎么可能还会有经济啊 对不对 而且在这次疫情 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 能够结束它的一个情况底下 就选择做了这样的一个操作方法 放弃掉了钱 放弃掉了钱啊 然后来解决这次疫情 你看看台湾这些人呢 有几个敢正视 敢直视 这次疫情 敢不说假话的说 来解决这次疫情 台湾现在的状况很明显呀 医疗不够 医疗物资不够 然后的话 疫情的真实数据 天天跟你来着校正回归 校正回归啊 来给你玩数字游戏 来玩文字游戏 玩完了之后呢 有了疫情之后呢 还没有疫苗 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疫苗 天天说的就是啊 我们以前能买着 我们能买到疫苗 都是你大陆啊 都是你大陆阻碍 你拿出实质证据来说怎么阻碍的 天天放那种 就算是大陆阻碍了 那也是以前的事情了 现在如何解决 天天怎么骂 天天怎么 你是做事的 不是让你出来骂的 我让你让台湾 不管是哪的政治人物啊 台湾人你们也好好想 不管是哪的政治人物 你把它弄出来 你把它卷上来 他要解决事情啊 他不解决事情 你你你设想 你在公司里面工作 领导给你安排了一件事情 让你去完成 然后的话 结果呢 你没有完成 没有完成的时候 你中间也没有反馈啊 然后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加紧 加紧努力去完成这个事情 或者跟领导多要点资源来完成这个事情 你都没有去做这个事情 到了时间点了 领导问你有没有完成 你说没有完成 问你为什么没有完成 你说啊 那都是赖啊 别的部门一个同事 他不给我一个资料 他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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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领导会认为是你的原因 还是认为是别人的原因啊 是你没有解决这个事情啊 中间的时候你没有想其他的手段啊 你没也没有说啊 跟领导说啊 我可能跟那个跟那个跟那个同事啊 关系不是太好 领导你帮我解决 你也不说这些事情啊 所有事情都往那里走 往那里他啊 我跟你我去买了啊 但是没有没有买来 都是大陆都是大陆 你中间的努力呢 你别说赖大陆 你给我证据给我拿出来 你拿不出来这个事情 然后他你的努力在哪呢 没有努力赖 赖就完事了 你知道吗 赖就完事了 找一个敌人是最直接的 这就是台湾的政治人物 春天天天我们自由啊 我们民主啊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人上来 我们选择一个 我不喜欢谁 我得选 现在遇到事了 你给我做事啊 你们不是很棒吗 人民能够选择吗 你选择的结果 给我看一看呢 遇到一次疫情 你们怎么解决的 扔给你们一个校正回归 就完事了啊 其实啊 你这么这个事情真可悲啊 就算是骂到今天这一步 台湾人他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 原因也很简单 原因也很简单 大部分人是不可能啊 因为这次疫情死的 大家意识到这个了吗 大部分人不会因为这个疫情死的 小部分人会因为这个疫情啊 身亡故去 大部分人 他不是一个利益的直接的受害者 然后的话 他只要在自己没有得病的时候 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啊 我们反正是解决不解决的 先往这扔着呗 拖着耗着呗 反正没有伤害到他呢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不道黄河不死心啊 都是这种 不撞南墙不回头 都是这种人知道了吧 死的是别人 死的是那些该死的人 在他们心里面就是这样 天天啊 以为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 你在一场疫情里面就能看到 最自私的是谁 最邪恶的是谁 都是这些人 政治人物邪恶 一般的老百姓 你说啊 如果你一般的老百姓认为说 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次疫情 你好好的看看资料啊 全世界有很多国家 遇到疫情 解决疫情 看看他们是怎么样解决的 有些欧洲的小国 现在也很没有问题啊 为什么呢 你看看大陆的疫苗去没去啊 那就是一个解决方案的 你的解决方案在哪呢 连这么一个简单的 最简单的 基本的常识的问题 都拿不出来 台湾都拿不出来 这不是需要一个医学专家 来给的方案 为什么 将近两年了 一年多了 这次疫情 你能够找到的例子 非常非常多 一般人 他也不关心这个 为什么 我还没得病呢 我现在在家待着挺好的 对不对 我也不出门 对不对 我感染不了 那你谁谁感染的 谁倒霉 对不对 然后解决疫情 我们怎么能丢面 我们台湾人最棒 对不对 死的是别人 这就是人性啊 这就是人性 台湾这次疫情能好吗 好不了 不正是这次疫情 遇到疫情了 还在给你玩文 玩数字游戏 玩文字游戏 包含像柯文哲这样的人 大家能看到了吧 这就是台湾的政治人物 蓝的如此 绿的如此 柯文哲啊 成天说我白色力量 白色力量 同样也是如此啊 不一样吗 蓝的爱惜自己的羽毛 然后也不说实话 也不敢带风向 绿的也爱惜自己的羽毛 同样不说实话啊 坚决不能打自己脸 骂过的大陆绝对不会收回来 总而言之大陆就是好坏坏的 然后白色的柯文哲呢 那也不能说实话呀 对不对 说了实话 你们群起而公之我 我又染红了 我中共统路人了 对不对 我怎么能做这些事情呢 谁错了 老百姓错了 就像苏贞昌说那些话一样啊 你老百姓啊 你们要好好想想 你们不选择 那不赖我们呢 对不对 你们不选择大陆的疫苗 都来你们台湾人知道了吧 好吧 今天这期我就不多说了啊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